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说的就是不在场的 说的就是台湾 那好 那可以骂了 是吧 不在场的 通常都这个遭遇 最近我看说台湾历史教科书 说那些高中老师就开始抱怨了 说他现在政治力量强行介入教科书的编写 叫什么意识形态指导教科书编写 所有你过去叫什么本国 我国 大陆 什么全改叫中国 这咱制的就都是那种淡化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淡化起源 你比如他现在历史教材教两本 就两本书 什么就是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前的中国历史 就一本 但是从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的历史 这台湾史 一本 所以教那个那几千年中国文化史 那老师就说这玩意根本就教不完 你给我这么一宝本 我觉得这个台湾有点过分吧 但这个东西就是你没办法民进党执政 对不对 你想想看为什么中学里面 小学里面要教历史课 从来在现代国家里面 学校教历史课就是一种认同教育 就透过历史教育 首先让你跟别的人有共同语言 第二呢就是要培养大家一个对国家的认同感 向来都这样 但尤其中国人特别讲就这个 你比如说我以前我们也说过 我们很喜欢用我国这样的字眼 这个表述方式啊 别的语言是没有的 英文的教科书 历史教科书 英国的 美国的 或者欧洲其他 没有这个我国怎么样怎么样 这么一个说法 没有 绝对没有这个说法 他就顶着就是说 美国的历史教科书 我看过他说 美国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会说我国 但中国人喜欢讲这个 比如说我们有学者 出去说什么话 比如说我学者 我军 都有这个一个 我发现台湾人呢 是爱说自己名字 明明是自己吧 那些阿扁 看到什么 这挺有意思 他装可爱吧 历史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历史很大程度上 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中国的 不仅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情况 历史上也是这样 包括我们 这几十年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 也是为他的相对应的政治服务 我们再往前也是这样 就是历史上每一次都要为统治者服务 对 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是一个不算真实的历史 我觉得能有百分之二十真实就已很不错了 对 但是问题是还好中国过去啊 有这么一种传统 这个传统呢 当然不能够总是实现了 就是什么 史观的传统 就中国的有这么一种坚持 就认为一个历史学家 一个史观 即使是在宫廷里面 每日记着皇帝的言行啊 这实录嘛叫做 他也应该是尽量有什么就写什么 当然这是个理想 理想上呢 还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皇帝是不能看的 就皇帝 比如说我当皇帝 我这个旁边 我今天宰了个什么人 我做的很不对 我就很担心了 我这个史观 给我什么记录 将来不就把我骂臭了吗 我想去看一看行吗 理论上是不能碰的 皇帝是不能看的 要保证他的客观 而这个实录留下来 等下一个朝代的人 再去整理给你做战事 对 但是也有很多皇帝 就不管那么多 我就要你怎么写 就怎么写 但是所以他在这个文物学家上讲的 他就比较讲究证据 就是证物文物 他拿这个东西来说话 所以他对文献的那个 就是认可度 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因为文献是可以改的 我们看到的文献 未必就说是当时的那书 印过多少次 为这个历代统治者 就是所利用 去更改他的面目 所以有的 我们对历史很多人物 也是翻来覆去的有定论 你甭说文献可以改 现在就是我那天说 有一个新发明 网上都有了 就叫修改短信的软件 上多少万人上去下载 是什么呢 就比方说现在闹那个姓绯闻的那种 你导演发给我一短信息 对吧 我可以用这种软件的修改 改完了还像是你发给我的 我可以拿出去做证据 这都是能抹 都是能抹掉的 太可怕 不过说到这个东西 我就想起来 学历史啊 当然 我觉得是有认同教育的 但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功能 就是解放 什么叫解放呢 这学历史最好的学法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你学一段历史 你不只是所谓见古之经 就我们过去学历史老师说 从古人的故事里面学到教训 怎么样去学古人好的 避开不好的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历史啊 你会发现过去跟现在有那么大的差别 过去的人曾经认为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皇帝啊 皇帝多重要 你今天听起来 这个想法很可笑 对不对 那你是解放了 解放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今天我们非常相信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很自然而然的东西 在一百年后 几百年后 后人看来 可能也会觉得是很可笑的 于是你就有个批判精神了 就会跳出来看现在的东西 我自身就经历这种价值观的这种崩溃 就是你随着小的时候 看历史教科书 上面记载的很多东西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到前些年 越来越多的东西出来 我说 这原来都是瞎编呢 你这个虚构我的记忆 为什么我对台湾这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不满意 跟什么政治问题倒没关系 我觉得就是害这个孩子 我一向就说实在话 我根本不太了解 什么叫意识形态 但我也挺烦意识形态 我老觉得意识形态啊 就是那么一手搓人 你凭什么就虚构我们的历史记忆 就这么蒙我们呢 我觉得意识形态作为少数人研究应该无可厚非 但是你作为一个普及教育 我觉得就非常难 因为他本身从学问角度上讲 他属于比较高深的学问 而这种东西他想从小学就交给你 我觉得是很难的 但这个东西它很渗透啊 你比如说有意识形态污染的东西啊 或者所谓叫污染 你怎么去讲什么叫中性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你有些事件 他这个虚构啊 我觉得你说的不完全正确 为什么呢 他不完全是虚构 他最厉害的地方 他不是虚构 他选择第一 我选择 是吧 你新闻也是一样 每天发生那么多事 对吧 我拿什么事当新闻报给你听呢 你的历史上那么多事 我选哪些放进薄薄的几本教科书里头呢 第一是选择 第二选出来之后 这个东西我怎么命名它 我怎么叫它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觉得两岸差别很大 在台湾太平天国这个世界 台湾叫太平天国之乱 大陆叫什么 就太平天国运动 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啊 农民起义啊 运动 运动 那么像历史上 每次有这个皇朝 皇朝 台湾那边叫皇朝之乱 那么这边也是作为一个起义 农民起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看 同一件事 你不同的称呼 你整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你用什么来称呼它呢 你不用这些字的话 就是事件 就是他来选择嘛 他选择这个事情 对他的政权是不是有好处 所以他就要去做一些调整嘛 你叫支乱 我叫运动 运动比较中性 实际上我们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也还是多少有点负 相对中性 对 也不中性 还是相对来偏左 那么右的东西 因为有嘛 他确实有这个事实 所以他有一点保留 所以叫运动 你看你像你说的这些字眼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背 其实也挺奇怪 就是你比如说到成年人了 反倒觉得喜欢历史 想去看一看 可是上学的时候 他就是对付考试 我觉得现在学生已经就说 没有甭管你是瞎编的还是真的 对我来说就是个手段 竞争力 我得过了这个考试 所以我有时候 我看到 我曾经看到一个叫高考的纪录片 我就看这些孩子们 背这个政治 花了很多的时间 你知道都有简称 叫什么政经邓论 马斯毛盖 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概论什么的 政经邓论 马斯毛盖 包括改革开放 这些都算政治 可是在他脑子里 到底留下什么痕迹 你看看这个片段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好 你看我太熟悉 就是我脑子 中国改革开放什么 什么第一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 这些东西你说 哎呀 所以你看 为什么后来一个人长大 像你说你今天喜欢看历史 你长大之后 你再重新读历史 是对小时候的颠覆 因为你在你在对付自己 这是 你说我 我现在挺有感慨的是什么 我就想起 李大钊 陈独秀 这当年 为了说把这个西天的真经 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 抛头颅 撒热 李大钊就死了 对 抛头颅 撒热血 引进来的这个思想 但是都过了多少年之后 在现在学校里的政治课上 他对于学生来说 变成了这么一种 一种东西 我觉得这是 我记得前阵子 我看一个访问 台湾有个摇滚哥 什么叫五百 五百呢 就五伯 五百呢 他很有意思 他说他小时候最上时 最讨厌上学 上学之中 尤其讨厌历史课 觉得就是背诵 很无聊 但他现在呢 居然变了另一个模样 他变成什么样呢 他前阵子呢 就是看到余英时 去台湾演讲 他这个摇滚歌手 万人迷 他跑到现场 像个小粉丝一样 买了一束花 好紧张 这个脸都红 等着就要跟余英时 握手谢花 给他签名 然后看到石井签 也是这样 就为什么 就是说 他因为他长大时候 他突然发现 读历史啊 就在颠覆自己 小时候一切这些东西 进了脑 你再讨厌 他都进脑了 进了脑之后呢 你长大时候 不是这回事 这也不是那样 这也不是那样 你就等于把这个人 重新挖了一遍 认识了一遍 我觉得你这种历程 这宝经沧桑的马先生 他是经历了很多翻云覆雨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历史教育中呢 方法比较笨 其实过去的 早期的历史教育 你稍微老一点的人 你比如七八十岁的人 你一问他 他对历史反而都比年轻人都熟 为什么 他就三字经就全交给了 三字经里全有 那么 看京剧 对 他这样的教育 他很平易近人 而且三字经 因为他那个字数限制 他就把好多政治因素去掉了 他就变成一个纯事件 这样的话对人是有好处的 你如果说强化 就是强化你想让他知道的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是有反感的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对政治经济学 历史学 小时候都特别反感 但年龄大了以后 他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他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你说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就很难过 所以他要补课 真的 我是说你比如说邓小平理论 我现在会到书店买一本邓小平理论 买毛泽东选局 对 我现在是带着兴趣 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但是我一想 怎么学校里整天背不就背这个 你还记不住吗 完全没印象 都不知道 这是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你说这个方法 我那天看着一个做家长的 他孩子去美国上初中 上初中 这个老师教历史是怎么教呢 说是在美国建国以前 当地的那些人不也反抗英国的统治 就是好 在波士顿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一大帮民众冲上去 茶叶事件 然后士兵就守在政府门口 然后好像是有一个上尉 就说开枪 然后民众纷纷倒下 后来上尉也被判刑了 就是你像老百姓开枪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案子 老师怎么弄 在一个学生一回家跟妈妈说 老师说我们要开庭 模拟法庭 让同学们 这是个历史悬案 让他儿子扮演上尉的辩护律师 同学有法官 有陪审团 这小孩很有兴趣 去查资料 然后当庭辩论 就说当时那方证人说 有人说确实听见了一个人说开枪 然后这小孩就问假冒的被告 上尉说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那人说我是爱尔兰人 这是查资料查出来的 那这样的同学假装 而且还学爱尔兰口音 说我爱尔兰人 然后他儿子就说 你看你听到的是英格兰口音 可这个上尉是爱尔兰人 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 然后说有人看见当时的历史记录 就有人看见上尉挥着指挥刀 让开枪 他儿子又辩护 说当时是不是很多人扔石头 说对 然后他儿子就给这辩护 说他拿着指挥刀 有石头冲他砸过来 很本能的就要抵挡石头 怎么能是先 但是他这是一种模拟性的 但是你看 这个有意思的是到最后 最后老师给陪审团的同学 叫出去几个 最后陪审团还是没相信他儿子的辩护 还是按照当年的裁决 这个上尉命令向群众开枪 仍然有罪 仍然有罪 这就是他母亲就觉得 一方面他又照顾到历史的这种沉重性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用这么一种方法 让大家知道一个历史 但这有一个危险 以中国的国情来讲 什么叫危险 就是你这么搞之后 这学生们就会想尽办法 就看到各种立场 各种解读了 现在的历史教育中学生 对中学生历史教育是个意识形态教育的地方 就是我不能够让你那么开放去解读 我就给你一个很封闭的话题 比如说你这么搞 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教学生能够用这个方法 去模拟卢塞会议吗 模拟一趟卢塞会议 你是毛泽东 你是彭德怀 在这儿就不准再说了 是吧 你看吧 就是吧 你说你模拟一下 我觉得美国的教育 它还是比较生动的 这样的话 你比如说他要是在小学时代 他要有这样一个事 这个历史实践 他终身都可以记住了 没错 但我们那个是很枯燥的 我们能不能让他历史上生动一点 另外一个 能不能尽可能的 不充分的利用这个历史实践 就是适当的利用 别太充分 太充分的 它就会扭曲 它没有这个承载力 你非把它给扭成 你需要的这个样子 就会变形 当我们知道一个变形的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我的很多历史都是后来自个儿慢慢拧回来的 靠东西 看到这东西 所以你知道 人家好多中国的带孩子到美国去上学 都对美国这个教育 这很开眼 就是说他在教什么 说英文 我叫book smart 书本上的聪明 还有一种叫street spot 街头的聪明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你背书背来的 你这叫书本上的聪明 你得到街上 生活中能用得上 那是你的能力 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刚才闻到 我跟你讲 这东西有种民主意识 就是说让学生自己去找答案 可以有争议 这次你看台湾人家老师都批评 说你这个政府 你不是搞一个声音吗 你在教科书里 你就是传递一个声音 其实我跟你说 多元化的这个社会 所谓和谐社会 我说句怎么话 就要允许人有不正确的自由 因为这正确不正确 这也是随顺别人的一种说法 也不见得是不正确 但你允许不允许 有另一个声音 对这就是关键 而且还有一点 很多人以为 就是中国有政治课 美国是没政治课 其实不是了 美国也要在教育里面 教宪法 美国宪法 像美国历史 就是一个政治课 他要教这个立宪之父 美国建国之父 怎么做怎么做 但那个地方 你又比较起来 还有另一种差别 就刚刚我们说 是教育方法的差别 还有什么差别呢 你在美国 比如说你学美国宪法 我认识一些小朋友 他们学美国宪法 他们学那个东西 是马上跟现实印证的 比如说美国宪法 第一条修正案 就讲人有言论自由 就马上拿来讨论 比如说有人烧国旗 算不算一个言论 让人讨论 对就讨论 而且那个东西 它有现实的 就现实上 我们真的看到过 有人这么做 果然是受宪法保障的 这个权利 中国现在 我觉得有这么一种心态 就是很多人 学完这个之后 比如说看刚刚小朋友说 中国共产党 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好 在现实上面 你去怎么解释这句话呢 你去怎么诠释它呢 怎么去印证呢 这里面很多人 现在中国有一种心态 就是很多人 他是学的时候 他觉得这只是个 书本上的东西 我背下来 就book smart 对book smart 我不用去跟现实印证 有时候印证 说不定 我不一定印证得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的心态 就会变得很犬弱 这个叫做 就虚伪 就是说 我 你叫我说一大堆这句话 我都会说 这现实 哎呀 说说就算了 是是是 是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在真正 在现实社会里生活呀 那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 完全的实用主义者 谁相信呢 但是你说那些意识形态 我都熟 所以这几十年的教育 就把中国人锻炼成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是两面的 对 或者说他这两面 不是左右两面 是两层的 两层 他有一层是给你看的 另一层是真实的他 对 他自己都觉得 每个人都变成是这样 而且他很 他虚伪的时候呢 他特别自然 而这个 他虚伪到自然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说他那一层接下去了 没错 对 我就觉得这个测谎仪啊 在中国他没用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呢 这说假话不脸红 我个人的感觉啊 什么时候需要 我跟文道坦白 说一点真话的时候 我脸红发颤出汗 全出现了 你知道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就是说啊 如果长期的这个人弄历史 历史又弄人的话 就会变成我这样 我这样啊 跟现在的学生非常相像 我那天看北京报纸 说寒假第一天 孩子们普遍没感觉 没有什么寒假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第二天就要上大量的补习班啊 补英语 补这个 补这个 补这个课 学校里这事 什么小生中啊 出生高啊 哎呦 你知道吗 他没有乐趣 而且呢 他也没有真正的了解 比如说我想起说一弹钢琴的 好像是傅聪吧 钢琴家讲过一句 说是现在这个孩子啊 弹钢琴的这帮小孩 他手指头啊 比我们强太多了 手指头 手指头太灵活了 他很佩服 但是他又说了一句 可是音乐在哪呢 嗯 就是说这些孩子是家里就强迫 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 就练 可是你真心的你爱这个东西吗 你能表达出他的这个内涵吗 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爱文化的东西 而且大音乐家 文化涵养是很深的 你看贝多芬是音乐家 但他喜欢读康德哲学 就是你你你没有一点文化修养是搞不好 但什么叫有文化修养 你得有闲啊 现在的孩子都给填满了 没错 他哪还有空闲 我看了些家长说是吧 马老师就是看了孩子 放完学 学钢琴 学这个 学外语 24小时都给计划好填满 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啊 技巧是第一位的 你无论傅聪先生怎么说 他小时候也是技巧高于别人的 你在有技巧的可能下才凭这感觉 音乐在哪 一开始是技巧在哪 你说你比如说我不会弹感情 我音乐感受特别好 你就扫地出门了 所以所有的人一定要先凭技巧 这是当今科学社会或者说我们经济社会的必然结果 逃不掉 我没法去来说 你比如说音乐学院说你这不会什么都不会 你音乐感觉好这事我没法招你 对 他这反正是 对没错 所以他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说文学的这一部分修养 他会后天是可以提高的 但是技术的东西一定是童子工 你比如钢琴这类一定是童子工 你小时候如果没就像我这个 我就是把手指都练断了也不成了 但是他指的就是这个 你技术活过关了 可是你还必须有真正的这个爱 你才能不断的增长提高 那我想他也就是金字塔型的 最终还是有几个人 大部分人都是平平的 这是每个领域都是一样的 就等于像朗朗或李云迪 技术上绝对过关了 但是年纪20多岁了 接下来就得过这一关了 如果我们要求十几岁的孩子就达到 已经处处都好 我觉得太难了 所以他们也说 说这一万个孩子都练弹钢琴 能能出来一两个 这就算不错了 对对对 但现在中国 现在很多外国传闻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钢琴最多的国家 然后最多爱学钢琴的国家 我们怎么爱钢琴 对呀 但问题在中国 我们钢琴的干产 法国传闻 必须和武冠